画面中的女孩叫张晓文,她正制作着一束鲜花准备拿到校园里贩卖。 23岁的张晓文是河南路易县里湾行政村人,她抗癌7年。 就在她与病魔斗争时,自己的母亲也不幸患癌,弟弟也因此患上了中毒躁愈症。 但坚强的她没有倒下,她一边学习,一边与病魔抗争,一边在校园里摆摊,为母亲筹集医疗费。 2013年,还是初中生的张晓文患上了恶性黑色素瘤,就此她开始了7年的抗癌生活,然而祸不单行。 2019年,张晓文的妈妈被确诊患上小细胞肺癌,母亲患癌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,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张晓文的弟弟也患上了重症躁愈症,让这个本就在艰难中挣扎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 因为我妈去年是10月1之后患病,然后春节期间她脑转移了,9月份脊髓转移,我是也一直在北京治疗。 我弟他今年高三,前半年是高三下学期,因为我家里两个人患病,高三下学期压力也比较大,后来就确诊了重度躁愈症。 然而病魔没有击垮他们,一家人互相依微,互相鼓励,在挣扎中坚持着,慢慢地生活开始出现了转机。 2020年9月中旬,张晓文在水滴筹平台为妈妈发起了筹款,弟弟完成了高考,并通过生源地贷款解决了大一的学费,病情也得到了控制。 张晓文成为黄河科技学院2019级专生本的一名新生。 入学后的张晓文一边上学,一边为了筹集妈妈的医疗费开始摆摊,夜幕降临,一束束鲜花和一支支气球被带进操场,吸引了不少同学驻足购买。 我是前段时间是一直在卖那个手拿棒和波波球,在卖气球这类的产品,然后从10月份上旬,又想着产品不够多,就进一些花束,满天星啊,然后像日葵,还有其他的花束,10月份上旬开始收卖这个,在操场卖花。 这个收入来话,对我的生活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。上周五那天是,加上成本,收入了是近300元。 虽然过早地经历了生活的艰辛,但他仍害怕自己内心的敏感与伤痛会使同学们疏远自己。 在朋友圈发出筹款链接时,也会屏蔽刚刚认识的同学,但室友们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,他们非但没有疏远他,反而用温柔的行动赶走了他的不安。 就是我室友,他们所有人没课的时候嘛,早上吃完早饭就开始一起制作,一直制作到五点多,然后收拾一下,六点多就去来这个操场摆摊,然后并且他们也一起都全部都陪我一起。 虽然与室友相识只有短短一个月,但是他们对自己无微不至温柔的帮助,让张小文感到特别温暖,他觉得这已经超越了友情,更像是亲人。 虽然我们接触才刚刚一个月的时间,我觉得已经不单纯是友情了,我觉得我们更像是亲人,我是从心里面由衷地对他们非常感谢,一些细小的这些帮助,我觉得就是特别温暖,对我心灵上是一个最大的鼓励。 她毕竟看完七年了,家里的钱也一定花得差不多了,就想帮助她,她挺瘦的,吃的也不多,就是发着内心地想帮助她。 尽自己的一点小力量,挺同情她的,也挺坚强,这个女孩。 不大的寝室充盈着欢声笑语,几个女孩一同麻利地制作着花束气球,张小文不再是孤身一人对抗残酷的命运,今世卖花来世漂亮,生活赶着我,让我抓紧点。 她说,之所以选择在大学校园里摆地摊卖花,是要用坚持给家人带来更多的希望。 张小文贩卖的不只是鲜花,她贩卖的是美好和深的希望。